我是中華醫師科大的助理教授環家企業 我目前來講是之前我在農業試驗所服務過 那我們最主要研究的材料是以本土型的材料為主要 所以我最早是研究台灣的牛杖汁 台灣白起跟珊瑚肉 那珊瑚肉是台灣延伸整的特種植物 前世也只有台灣有 那它有一個特殊性 因為它已經在台灣屬於那個施品等級的材料 那它的功效裡面來講的話 在古老的時候它是屬於一般的中草藥使用 民間可以當作食品 那我們現在從一些科學研究裡面發現 它有一些特殊的療效 例如說它對癌症細胞其實是有一些毒殺現象 但是這個毒殺現象也有蠻特異性的 它只有對癌細胞有毒殺 正常細胞是沒用 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我們發現在古老牛它就有檢視說 它本身對抗花眼一號 所以我們經過一些臨床 一些實際上的動物實驗 發現它真的抗癌 抗那個對動物的關節炎 跟一些抗花眼效果 蠻有特殊的結果 那我們就自己開挖 特殊的那個材質 就是把它做成一個凝膠 那這凝膠用在傷口方面 我們用動物實驗 確定它的傷口實驗 抑合效果 不一樣的西藥 那因為西藥你很大 或用一些抗生素 我們效果必須要有一點比較的 講難聽誇大一點 第三個來講 我們想說它是不是 因為它對傷口 傷口跟糖尿病有相關係 所以我們就去把它做一些糖尿病的傷口 但是無意中 我們本來講做糖尿病傷口 但是我們想說 對糖尿病有真面目效果 後來我們從科學研究裡面發現 它已經對動物的糖尿病 全部都降下了 那其實我們現在在這個最後 已經有國家的榮委會來支持我們這個計畫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有一些病人做測試 我們無意中發現這個測試以後 就發現它有降一些高血壓 但這個實驗我們還在經營中 感謝你們 謝謝